2024年2月6日,星期二,农历12月27,每日新闻简报。 加拿大新闻 1.梅西领衔的麦阿密国际足球俱乐部将于今年10月在多伦多对阵多伦多足球俱乐部门票瞬间秒光,一票难球。 球迷热情高涨,比赛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同时,梅西将首次亮相BMO球场,为比赛增色不少。 2.多伦多是中心,数千人断电的祸首,竟是一只浣熊。 加拿大的电信行业投诉数量成千上万,其中一只浣熊误入市区一个输电站,与安装接触导致大停电,估计有7000名客户受到影响。 3.当地居民为这场突发事件感到震惊。 3.报税时要注意,今年安省部分税收抵免有所变动,可能为您省钱,甚至能够获得退税。 4.这些抵免主要面向低收入工人,有年幼子女的父母,以及拥有房屋的老年人,为他们提供了实质帮助。 5.政府的这一举措意在支持这些特定群体。 4.由于加拿大著名二手店Value Village商店缺乏市一间,许多人对在这家二手商店的购物体验感到非常失望。 5.一些顾客不得不在过道中尝试裤子,引发不少不便。 5.这一状况引发了消费者对购物环境的关注。 5.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1982年至2017年入境的移民中,有超过15%在20年内再次回流或再次移民。 5.新移民相较于老移民,更有可能再次迁移。 5.在抵达加拿大后的三到七年间,二次移民的现象更为普遍。 5.中国新闻 相关部门已全面开展冰雪清除工作,恢复交通秩序。 2.最高法发布新规,对禁养的烈性犬商人事件做出明确规定,无论受害人是否有过错,犬主将全面承担责任。 3.中国官方发布消息,自2月19日起,中国公民可申请巴西十年多次商务、旅游、探亲签证,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4.湖南一阳移菜市场,因积雪发生顶棚垮塌事件,造成一人死亡,13人受伤。 官方通告指出,顶棚可能存在支撑结构问题,湖南应急指挥部通知所有有积雪的大跨度框架结构建筑物、棚屋等一律停用。 5.广州计划规定,用人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降低至4.5%。 同时,两部门表示,2月份的低保金、特困供养金等救助金将确保在春节前发放到位。 6.事故调查报告公布,四川梁山山洪灾害导致6人死亡46人失联,共有127人被问责,其中12名企业人员被刑拘。 6.同时,北京地铁昌平县列车追尾事故的调查报告也公布,共有18人被问责。 7.浙江省长山县宣布新政,对符合条件的三孩家庭将发放房票,金额高达20万元,旨在支持家庭发展。 8.海南领水发布公告,调整商品住房限售政策,要求网签被按满两年的房产即可上市销售。 9.为促进楼市流动提供便利。 9.电商巨头京东发布公告,宣布超过2万名一线客服,全年平均薪酬将上涨超过30%。 此前,已经对一线人员进行了近100%的薪资提高。 10A股市场于5日再次创下新低,共有1368家股票跌停,3206家股票跌幅超过8%。 证件会表示发现多起涉嫌市场操纵和恶意做空的案件,其中有人操纵20余只股票,非法获利高达1.4亿元。 国际新闻 1.香港媒体报道,梅西未能出席一场表演赛,引发香港特区政府的强烈失望。 香港商人霍启刚要求梅西与麦阿密道歉,主办方回应将撤回1600万港元政府资助的申请。 2.智力严重山火灾情,已造成112人死亡,300余人失踪,上千人失去家园。 中方发表声明表示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3.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全面禁止非电动汽车的进口,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政策的国家。 4.与此同时,中国电动汽车在泰国市场份额提高至近80%。 4.北阿尔兰领导宣布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开启脱离英国的公投,寻求回归阿尔兰。 这一决定引发广泛关注。 5.美国十四位州长齐聚美墨边境,支持德州对抗非法移民。 他们一致批评总统拜登违反移民法,并呼吁加强边境控制。 6.美媒报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程已正式公布,令人瞩目的决赛将在纽约进行。 此外,前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表示,若再次当选总统将不会对华发动贸易战,但仍将继续实施征税政策。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1.根据CDV加拿大新闻报道,一项最新研究揭示,超过15%的加拿大移民在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后的20年内选择回流祖国或移民至其他国家。 加拿大统计局于昨日发布的研究成果,基于对1982年至2017年移民情况的数据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在1982年至2017年期间入境的移民中,有5.1%的人在入境加拿大5年内再次选择移民。 研究指出,虽然有些情况可能是移民一开始就计划在某个时候离开加拿大,但这也可能说明许多移民在融入加拿大劳动力市场或社会时遇到了困难。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入境加拿大3到7年间再次移民的情况更为普遍,新移民比老移民更有可能再次移民。 研究还发现,符合这些情况的移民具有一些显著特征,包括有孩子、出生地和特定的移民类型。 来自中国台湾、美国、法国、中国香港和黎巴嫩的移民,尤其是通过投资移民和企业家类别移民的新移民,更有可能再次移民。 其中,有25%的来自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在20年内再次移民。 报告指出,这些国家或地区对其本国国民更有吸引力,因为那里的生活水平更高,或者移民加拿大只是他们移民战略的一部分。 此外,超过40%的投资类移民和30%的企业家类移民,在移民加拿大20年内再次移民。 相比没有孩子的移民,有孩子的移民更有可能再次移民。 研究还强调,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移民,更有可能选择再次移民。 难民类和申请庇护类型的移民,相对不太可能再次移民。 最后,研究发现来自菲律宾、越南、斯里兰卡和亚买加的移民离开加拿大的可能性较小。 报告指出,由于通常加拿大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加拿大本地出生人口, 这些高技能劳动力离开加拿大可能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除了股市暴跌,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和经济挑战之外, 根据高盛集团的说法,中国国内投资者对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11月总统选举中可能获胜,表达了高度担忧。 彭博社报道称,这是高盛在过去一周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境内客户 包括共同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公司会谈后得出的结论之一。 高盛的经济学家为敬贤麦迪和闪辉呼吟 只能在2月3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当地投资者最常提出的问题包括 如果特朗普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他们的担忧似乎是有道理的。 华盛顿邮报于1月27日报道,如果特朗普当选, 他正在考虑对中国发动新一轮重大经济攻击的选项。 华盛顿邮报称,特朗普支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 这可能导致美国对超过40%的进口中国商品征收联邦关税。 报道指出,特朗普已与顾问们讨论了, 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统一征收60%关税的可能性。 特朗普于2月4日告诉霍氏新闻表示,可能不止60%。 美中关系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方大卫David Farrisdine认为, 美国总统选举不会对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表示,无论谁赢得2024年总统选举, 我认为美国对待中国的方式不会有太大不同, 无论是在美国投资、技术转让还是贸易方面。 方大卫补充说,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 美国对待中国的政治气候都将与过去89年非常相似。 拜登在2021年上任时,不仅接受了特朗普的政策, 而且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还加倍贯彻了这些政策。 方大卫甚至表示,他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会非常乐于看到特朗普在2024年获胜。 关于特朗普可能实施新关税,方大卫表示, 如何认真对待特朗普的计划还是一个疑问。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见!